今早拟定新的合作协议 集中帮助企业解决所遇到的困难 同步展开约老检三国领导已批准的 三角区发展总体规划等 同一天 约老检三角区青年论坛开幕式 也在阿苏坡省举行 在论坛上 三国青年一致认为 本着牧林友好合作精神 进行巩固与加强团结和物相帮助 是当前形势下 换入各支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此次论坛是第七届 约老检三角区经济联合协调委员会 会议框架内的活动之一 曾经投资信件若干世界 最大复合型旅游区的 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 预计在胡志明市投资信件 复合型旅游区 投资总额约为20多亿美元 12月7号 与胡志明市市委书记 李青海会面时 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 爱德森主席提出了参数的设想 爱德森主席认为 越南在建设复合型度 交流游区领域具有许多潜力 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 希望同胡志明市合作展开参数的项目 其完工后将成为胡志明市的象征性工程 胡志明市市委书记 李青海对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主席 爱德森所提出的在胡志明市投资信件 复合型旅游区的设想 表示关注和欢迎 同时表示 本市希望同该集团合作展开该项目 据悉该项目将包括酒店、饭馆、 展览会议中心、购买区、美容区、体育运动区、 剧场、博物馆和其他娱乐类型等 该复合型旅游区的规模和新制 与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 在新加坡投资新建的 滨海湾金沙度假区较相同 据越南供商部于12月7号公布的消息 2011年商务参加的会议 将于12月12号到27号 在河内格胡志明市举行 目的是评估越南近年 对国外市场、工作结果及商务活动情况 会议还将提出 今后商务参加工作的主张、 政策与发展方向 会议期间 组委会将举行多场专题会议 与会代表将集中讨论若干相关问题 如我国工业、能源、农业等领域的 融入国际经济工作 促进贸易活动、合作与竞争等 2010年越南商品出口总额达716亿美元 同比增长25.5% 和比2000年出口总额增加了4倍 预计2011年出口总额降达960亿美元 比2010年增长33% 迄今越南与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 越南已成为世界大米、咖啡、水产、防殖品等产品的出口大国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预测 2011年越南咖啡出口总量可达119.5万吨 照过之前有关部门所提出的所有预测数字 据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的报告 11月份越南咖啡出口量越达3万吨 穿汇7000万美元 据此,今年前11个月的咖啡出口总量与同期相比小幅增长 但出口金额却同比增长0.5倍 虽然五国咖啡在一些市场的销售量下降了10%到24% 但向大市场出口的金额一律增加 咖啡供应量有限 使五国近几个月的咖啡出口量不高 然而咖啡价格仍保持较高水平 出口金额因此仍呈上升趋势 12月8日在秦聚市 越南财政部与秦聚市和香港市城市发展基金会 签署了贷款协议 根据贷款协议 财政部将向秦聚市和香港市城市发展基金会 提供从法国开发署贷款的总额为2000万欧元 相当于6000亿元吨的新贷款项 贷款期为20年 其中7年免息 贷款利率为1年9.17% 这笔贷款资金将帮助 位于越南九龙江三角洲中心的秦聚市 和位于越南中部中心的香港市 克服在发展城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格实现文化、卫生、教育、环保等发展目标 同时协助秦聚市和香港市 展开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措施 秦聚市和香港市城市发展基金会计划将这笔贷款 用于建设公路、工业区、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住房、学校和医院等基础设施 旨在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12月8日由越南三号国家档案中心 举办的革新开放25年的越南展览会 在壳内胡志明博物馆拉开序幕 展览会展示了从全国各档案机关 博物馆收集的200多份资料和食物 展会分成改革开放前的越南和改革开放融入与发展的越南等两个展区 从而向观众展示了我们国家从四维到行动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概况 其中最重要的里程庇是1986年12月 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 展会还向观众推卸了国家在过去25年改革开放和融入发展过程所取得的成就 据悉 本次展会的另一个目的是发挥档案基料在监国和卫国事业的价值 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播放到这 感谢收看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